歡迎來到我的tube 我沒有辦法好好的錄他們的話 其實手機遊戲都是不考慮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錄的話 我們就是來試試看吧 其實阿石玩了不少遊戲 可是一直沒有辦法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像是多重解決這款遊戲 可是我就是 只會玩我自己的版本喔 白兔的去向 就不要玩得那麼累喔 對 全結局部 被害人 請到前面來吧 你是神奇艾莉絲吧 艾莉絲吧 誰啊 這裡是 審判所 那麼 開始處刑吧 等等 啊 為什麼 我犯了什麼罪 你的罪行已經暴露了 什麼啊 我什麼也沒有做啊 罪證在哪裡 判決是什麼 什麼 先處刑 再判決 啊 哪有人這樣呢 怎麼會有這麼不好常理的審判 你應該已經知道的 知道什麼 什麼 全部 沒什麼 沒什麼 話說下面的那個廣告可以 點掉嗎 不再 不再顯示這個廣告 因為 他已經讓我 遮住內容 我們會 我們會盡量不再顯示這個廣告 一開始就不應該出現好嗎 關閉廣告 好 那你可以把剩下的空間還給我嗎 就是 還是他就是這樣子 好 沒關係 他 他站的畫面不夠用後期阿許可以 消掉 所以我的 那個 那個 錄製 這個錄製完體會有 頭像 就是那個 錄製時間 對 所以 我把它稍微移到下面好 不要擋住 擋住畫面 可是 這樣咧 好應該這樣可以嗎 設置 等等 那個 那個廣告都跳出來了耶 怎麼會這樣子 根本就是壞人阿 你已經關 關閉廣告之後 怎麼可以 再跳出來 太過分了 起來之後 發現自己身處在教室 外頭夕陽的光 照進了室內 嗯 這 這裡是 教室 原來 我趴在自己桌上睡著了 呃 感覺身體不太舒服 應該是剛剛 睡著時 知識不良吧 感覺好像做了一場奇怪的夢 現在已經是傍晚了 呃 嗯 嗯 媽 算了 隨便 而且教室裡為什麼都沒有人啊 大家都放學回家了嗎 欸 欸 那個廣告又一再的跳出來 我不 我不管他喔 然後 探索模式 是 教 教在教室等地點 進行調查時 請點擊調查 開啟搜索模式後 即可點擊畫面 嗯 不會發生任何事 紀錄可以確認入手的物品 以及登場人物 嗯 嗯 艾莉絲設有精力值 那個上子嗎 精力值為0的時候遊戲結束 並回到章節開頭 重新開始 哇 選錯 選擇錯誤時會消耗大量的精力 請一定要小心喔 本遊戲能夠自動存檔 但是在精力值消耗完畢 或者是選 選擇至嚴重錯誤時 該章節進度 將不被存檔 喔 返回之前章節時 記錄意會被覆蓋 還請多多的留意喔 小撇步 嗯 所以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遊戲 外加又是手遊 全新的體驗 所以可能大家要稍微的 體諒我可能玩得非常非常的差 把兔子的洞穴搞得一團亂 調查 請點選再一隻醋 思考 應該放學了吧 最後一節課結束後 我沒有回家 就這樣睡著嗎 還是在等之前約好一起回家的人呢 呃 災之處 嗯 日情是5月14號 黑板上寫有把兔子的洞穴搞得一團亂的手寫字 還有 包包 是我的書包 仔細收好 戴著吧 書包 我上學時使用的書包 裡面裝著課本和詞典 還有呢 還有什麼嗎 還有一張紙耶 學生指導 注意不要把 將事情搞大 發現了一張紙 上面悄悄的寫著 學生指導 注意不要將事情搞大 嚴盡輕易 歇了口風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上面寫著 下午茶會砍頭 垂球等上幕 基本上就是 普通的 欸等等 這就是普通的課表 是怎樣啊 不要以為你是童話故事的主容 喔你們的世界邏輯什麼的 看起來就是怪怪的啊 旁邊 折列出了本月 並非壽星的人的名字 還有 這個嗎 所有的東西都很整齊的 排列著 桌上有我的筆記本 桌上有我的筆記本 現在已經放學了 整理一下好了 文具 這件是我的文具 有自動鉛筆 香鼻茶 還有圓規盾 還有圓規盾 還有什麼東西嗎 返回 然後 記錄 我的物品 我的物品 快再看 那個 那個 然後呢 它什麼沒有調查到的嗎 設置 教學 評論 TEL 有 好像有點難耶 調查 我站起來 準備離開 結果 喔 你是 不好看的兔子餒 這比較 哪來的屁孩啊 好生氣喔 真的 真的是那種 莫名其妙的催 引擎的 機車 一點都不帥好嗎 好 嗯 這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 殺人 殺人 漫畫 還是什麼 狀態 就是殺人 殺人鬼兔子 的造型耶 咳 咳 教室的門 看了一聲被拉開 帶著 詭異兔子 頭套的小孩 走進了教室 咳 啊 你等很久了嗎 抱歉喔 帶著 詭異兔套 兔子的小孩 歪著頭 向我道歉 這是誰啊 完全沒有印象啊 你是 嗯 我們不是約好 在這裡見面嗎 嗯 不好意思 我不認識你耶 嗯 嗯 是這樣啊 不知道我的話 就沒有辦法啦 那 再見囉 啊 帶著 詭異兔套的肚 頭套的小孩 說完這句話 就大力的拉上門 走出了教室 剛才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除了不認識他之外 也不記得有和誰 約好我要見面啊 不過 總覺得有點不對勁 那個 等一下 我起身要去追那個孩子 也拉開教室門 呃 好痛 呃 不對 那是誰啊 我撞到了某人 一屁股跌坐到地上 撞到的人 是不可排士兵 不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怎麼樣啊 媽 沒事啦 我才要跟你道歉 你是不是有急事啊 你這麼一說 我的確有急事 啊 對了 你剛剛有沒有遇到一個身高 跟我差不多 嗯 差不多這樣的小孩 我筆子 我筆著自己的胸口 下方附近 寻物的撲克牌士兵 嗯 這邊 都沒有人啊 不對啊 那 那孩子 剛跑出去沒有多久啊 撲克牌士兵 不顧陷入思考的我 一臉興奮的跟我說 呵呵 我跟妳說喔 有個超 特大的新聞 嗯 那個剛剛 聽我說吧 你絕對會被嚇死的 這可是超級機密的情報喔 蛤 現在要怎麼辦啊 欸 我可以不要聽嗎 我可以不要聽嗎 我們是愛麗絲的話 應該要去追兔子啊 欸都 可是她的 大大情報 應該要聽一下 好啦我們聽一下好了 嗯 怎麼了 我告訴你喔 她同班 愛麗絲同班的白兔啊 你聽 蛤 聽說死掉了 有人發現她的 死 屍體欸 屍體 沒錯 在東教上沒有人用的 視聽教室裡 白兔 被殺了 學校發生不得了的大事啊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這些人 都是在學校上課是不是 欸 你好像沒有很驚訝欸 這該不會就是犯人的概念吧 就是剛才說要審判我 然後 怎樣 這愛麗絲已經黑化掉了嗎 怎麼沒有 我快嚇死了 嘿嘿嘿 是嗎 怎麼樣 這消息很大條吧 我得趕快 再告訴其他人才行 愛麗絲 我先走啊 呃 呃 拜拜 撲克盤士兵 急驚風似的跑了出去 急進再度 降臨了這間教室 教室又只剩下我一人 我只能茫然的 在原地待戰 白兔 在學校 被殺了 被殺了 前往走廊 前往走廊 我離開教室 前往走廊 一個人也沒有 市周非常的安靜 連平常會聽到的社團活動的聲音都沒有 也是啊 在學校出現屍體 誰還有心情玩社團 而且已經傍晚了 應該大部分的學生都已經回家了 當我迷迷糊糊的想著這些事情時 誰啊 後面傳來叫我的聲音 喔 回頭一看 後面站著一個戴著房奴面具 面具的男性 啊 毛蟲老師 毛蟲老師 是我的班導師 艾莉絲同學 你怎麼還在這裡 其他人都過去了 你也快點去吧 我就想說怎麼那麼安靜 原來大家是去其他的地方 會好了嗎 可是 要去哪裡集合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啊 我一時雨篩了 不知道如何是好 嗯 怎麼了 那個 不好意思 要去哪裡集合 喔 真是的 老實說的話要聽啊 集合地點是在圖書 體育館 體育館嗎 嗯 你該不會連體育館在哪裡都不知道吧 這這 我知道啊 那趕快過去吧 發生這種事老實很忙的 這事情真的是麻煩死了 嗯 啊 抱歉 我自言自語 我先過去了 待會見 欸 好的 待會見 毛蟲老師在一身碎念後 朝著體育館的方向走了過去 毛蟲老師說的這種事 是剛才撲克牌士兵說的 白兔屍體嗎 這還有點搞不清楚狀況 總之我現在該去的地方 應該是 體育館等等 為什麼一直很想要念圖書館啊 大概是遠方的垃圾 車讓我很焦慮吧 前往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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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就是 因為剛來垃圾車休息一下 然後就稍微的 放手機就放置Play 然後這款 這個錄影軟體好像會 自己跳掉了吧 所以我剛才又有點 衝跑了一下 對 真麻煩 可惡的垃圾車都你啦 然後 前往圖書館是吧 嗯 走囉 我經過 我經過中央抵達體育館 不對 我第三次找圖書館了 體育館 調查 大家都在這裡集合 得趕快過去 有什麼東西嗎 沒有什麼意外呢 那就 那個 移動 嗯 看起來也沒東西啊 是呀 大家都在這裡集合吧 我推開沉重的大門 走進去 不太像是體育館喔 所以是 是 審判所 奇怪 助理 不是體育館嗎 這不是印象中熟悉的體育館 神奇艾莉絲 神奇艾莉絲 你已經遲到了 請速 儘速入內 坐在 最高審賣台上的女性 以充滿威嚴的聲音 警告艾莉絲 好 好的 我嚇得 趕緊走進去 並關起來了門 碰得一聲 穿完了門 和起了聲響 審拍台上的女性 再有確認我進來後 開始對眾人宣布 那麼 接下來 將針對發現 白兔遺體的事件 對被告 被告人 紅心女王 展開精神審判 不用了 謝謝 結束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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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我那麼辛苦 閃垃圾車還重跑了 一下下是怎樣 太過分了 第一張白兔的去向CLEAR 第二張精神審判的開題 夠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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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